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师熊王子频道 记得按一下电源按钮跟铃铛 记得追踪我的igfbtwitch bbd 还有几次后好 在今天天地节微信官方1月9号 这时候哦发表了这个 新瞻闲者啊 就是玄机啊 就是长呃更成熟的玄机 的人物介绍 四个多年诺在相见 我将和 将以和赫尼以眼泪以沉默 好那新瞻闲者是持出自原作 幽城幻见入在神魔大战之后呢 告别了亲人与友人的慕容玄机 跟随心向指引一路西行 成为了拜占庭 欲前瞻心思 十余年后因隐心异动 再度踏上归来的语图 西行 在神魔大战之后呢 江湖重归平静 追随下猴蚁的脚步 他动身前往西域 到达安卡拉之时呢 正是圣下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雨夜 他听到了群星的泥南 西方要继续前往 西方吗 这与他追随的金法男子行进方向不符 这一定会让他们失之交臂 以或许很久很久后 他会离 他会以另一种姿态同他重逢 其后六日 他在这座城市的教堂前放空 安卡拉的日月与星辰 湘西的情人与孤独的老者 笑闹者的孩童与悠闲的白鸽 宿命的相遇与短暂而又漫长的旅程 他是在教堂殿前广场 看过了人生 三生万物逢期必变 他本想在第七日逼自己做一个决定 但第六日晚 他便动身向西 经由尼西亚前往此行的目的地 拜占庭王朝 西行之路慢慢他旅行的终点 将不再是金法男子身边 他慕容玄机要的是一个答案 而不仅仅是一次重逢 尽管命运遭一把席日的伙伴们 导向不同的道路 但共同的记忆 会将我们连结至生命的尽头 就是看了半天 我还是不知道他带着去西方要干嘛 哈哈 对不起 我突然这样讲会不会有点过分 那讲这边讲了一大堆 然后我还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 去西行就是 就是因为 在那个星空的指引吗 对不起我刚念完过念完之后 我又忘记了 哦这是追随星象啦 是因为这些星象他就要去西方 这跟我认识的慕容玄机不太一样 好不管我们继续看 当嫉妒的星鬼出现异常 他决定回归故土 ok 那若有人再次使天幕洞开 宇宙幽见将领他必将阻止他 无论付出何种代价 行至阿萨德湖畔 他忽悠感应 船口重重山穿云海的另一边 神武观中慕容针 四次预料到了什么 至清晨起 他便觉 久违的神清气爽 不知怎么的便想起玄儿 说不尽的叮嘱 道不尽的光怀 一提起 一提起笔 便是数个时辰 珍宇再不喝 药病娘了 慕容针将性子对折 放在抽屉中 重新展开纸 写下了一行字 娘真面一切安好 你在外注意身体 慕容针欲 起身拿药 却觉天旋地转 眼前一片黑 珍宇 怎么了 珍宇 好 这张是行单贤者 ok 野草树湖灭星空 贤者目光恍惚 却又似乎穿透了时光 玄儿你平安回来了 下午公司对你真是过意不去 我这是不成才的宝贝女儿 以后要麻烦你费心照料 走吧 你一个人悉情注意 若是累了并回头 娘一直在神武观等你 马车一路向前被夜色吞没 心损神武观时 不已在归途 可是故乡实在太远 即便日夜间沉 也难再见到最后一面 也就是说以这句话的意思是 他回归 要回去神武观的时候 回去中原 那神武观已经 已经没了 然后就见不到最后一面 而我们看之后的那个剧情 异剑路的剧情 看有没有什么 呃有什么解释吧 好那主要就是出这个异剑路了 好异剑路的部分就是神魔大战20年后 那持有剑再度现世 后来再降人间对抗一触即发 小客们的悲喜爱恨汹涌澎湃 好 这个持有剑是指神魔之尊 剑吗 还是另外一把 因为在环神节 环神节不是松枝剑 羊枝剑种不是有两个剑种吗 一把是神魔 呃 九月天准之剑对不起讲错了 九月天准之剑是持有剑吗 就是解 就是那个剑走封闭封印的码剑吗 就看起来 应该不是九月天准之剑 我猜应该是剑走另外一把剑呢 我猜的我不知道 我猜的 我猜他们应该要把这个加进去的吧 好 然后这边多个角色 那现在现在介绍过 西亚 古伦德之女 古伦德后人 然后安逸见谁成你不掩其盲 感觉会多好几个英灵 对不对 不知道会不会一起出 应该是不会啊 应该是慢慢出 安逸祖上为之的祝剑家族 因其祖父用活人计法 而铸造龙剑 龙剑 而被武银谴责放逐 哦 父辈被松阳门收留 而安逸成为松阳门 掌门之女的跟班 OK 福雅渝 富建涵 好 富富富雅渝 富富雅渝 深五官内乱大当家 因为之原因 西谷干成远叛教而逃 雅渝零寿为命成为现代 成为当代的官主 哦 其后下山追查持有件现世的背后的阴谋 公孙契悦 小小生区大大人量年仅7岁 就存松阳门的生意 属里人之一 好 好这边前期提到神魔之尊剑再度 等一下 是九一天盾之剑吧 哈哈 怎么这边文字跟我 啊 不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九一天盾之剑 再度封印持有之后 转瞬是事物实战 然后周崇珠浩生死 紫云空虹两派嫌隙见身 那另外一边爱女一记一城西行远走 深五官关注慕隆真失念成吉 将官内事物逐渐交投给最新的弟子韩汶元 然而行卫员却无故率众叛教出逃 至今下落不明 门派 凋毙 关内事物只能暂时交投一名 换为雅瑜的弟子处理 天权四项两门两位掌门 严因多年 虽然身归 尹之意 奈何武林危机不断 两人从中斡旋奔走 竟一刻也不得险 云与三笔端的拜占庭 一名心占闲者遥望夜为之上 隐心嫉妒的异动吸引了他的目光 深水异动他踏上的东归之旅 好第一章云山之念 然后我这么多 我看一下还没 好快快结束了 呃皇帝大霸吃油夺起 夺起吃油的剑 ok 所以这个吃油的剑就是 应该就是要去讲那个还神节当中的 剑走另外一把剑 的由来 我猜的 哦好酷哦 我好奇哦 其中便是神武官 上空眼下 神武官玉玺 风玉与神武官上空的吃油碎片不知所终 说说之后 其他门派 齐聚神武官三门 天权门 转门 阴建平西神武官官主 雅宇主持大局 然后追寻吃油 剑碎片的下落 好 蛮有趣的人 这算是十字信里面的吗 应该不是哦 哎 蛮有趣的 我一直以为说就是十字戏剧情演完之后就不知道要演什么了 想不到他们逆品袭净 好了 那今天介绍就到这边 那熊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 订阅按钮 跟铃铛 订阅我的IGV推举BB点还有其说 那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跟大师一起讨论 好 那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